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0年11月4日 今天有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是港台的鏗窗集編導蔡玉玲被警方拘捕 拘捕的罪名是涉嫌虛假聲明 為何她會違反虛假聲明 而這段影片亦會和大家討論 蔡玉玲被捕是否干預新聞自由 還是要探討一個問題 記者是否真的大了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的就是黑暴的速龍小隊 這個速龍小隊近日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 承認他們的速龍小隊已經遭到斷滅 現在只剩下三人自由地生活在香港 意思是速龍小隊已經不在 即黑暴亦不在 但這個速龍小隊居然呼籲其他黑暴不要再出來搞事 到底這是真呼籲還是密謀其他事 一會和大家再分析一下 第三件事要和大家討論的就是前學生動員的鍾翰林 他早前被國安公署拘捕 他公開表示說自己在七月首次被捕後和家人失聯 到底失聯的意思是怎樣 而為何家人會失聯 另外他亦說自己出現情緒問題 到底是真是假 一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給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下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討論的 肯定是昨天全香港最均烈的一個新聞 就是警方拘捕了香港電台亨槍集中的其中一個編導 他叫蔡玉玲 在這件事發生前可能大家不認識他 不過不要緊 蔡玉玲是港台亨槍集中的編劇和導演 他自己本身負責在亨槍集中做資料搜集 他這次被捕的原因是因為他涉及在之前的報道中 在說721事件時 他將私家車資料起底 然後說根據查冊找到私家車的車主 是甚麼人 他們是甚麼背景等等 大家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事實上他這次是違法的 而違法的原因是甚麼 原來我們翻查運輸署的網頁 原來運輸署可以查汽車車牌本身的車主資料 但查這些車主資料時 你本身要同意確認一個事宜 就是在說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的申請 應該要用作以下的用途 包括三點 第一 你是進行和運輸相關的法律程序 第二是買賣汽車 買賣車輛 第三是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 而這三點是在說如果你要查車牌的車主 你需要根據這三項 如果你不是這三項 你這樣查就有機會是違法 他被拘捕的原因是因為他自己 不是在說這三點內容而去查汽車資料 而他這次主要想用來做報道 但大家其實應該要質疑一個問題 到底記者的權力是否真的大 或記者是否可以隨便把車主的資料 或車主的身份隨意地找出來 然後在公開的場合公開這些資料 這是大家值得探討的問題 亦是今集想和大家探討的一個問題 首先就是運輸署的網頁規定這三點 其實是用作來保障車主或司機的個人私隱 因為車牌這家 大家放在車外任何人都看到 無論你是駕駛行人 還是在室內也有機會看到車牌的存在 你看下樓便看見那輛車的車牌 好像肥仔傑一樣 肥仔傑早前車被人戒花了 我不知道是否那個人是黑暴或不清楚 但他戒花我的車 如果他是乞意的 他有機會查冊 然後查到肥仔傑的車 這是肥仔傑的 然後戒花他 不奇怪 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法例或這些規定是保障車主免遭受任何人 故意或胡亂地把車牌的個人資料公開 這就是這個條例本身的用意 而今次港台鏗窗閘用了這些資料報道 大家也明白港台或鏗窗閘平時報道 特別是721這些敏感事件 政治事件上他的立場是怎樣 他刻意找這個車牌出來 公開他或將他的資料做報道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必要性 而記者他本身在做節目或訪問或整理資料時 是否應該先熟悉法例 而不是自己踩入法例中 然後被拘捕說自己是無辜 雖然很多黃媒和黃人出來說政府或警察 是干預新聞自由 我估計記協很快會出聲明譴責警方有性 相信大家都猜到他的劇本是怎樣走 但如果你問我的話 其實記者的身份不應該是大了 你在查車輛的登記牌照 是否應該仔細看清楚法例 或仔細看清楚網頁定落的規矩 如果他本身列明了禁止你這樣做或不可以這樣做 你依然這樣做是為了你自己的報道 這件事本身是你自己的不對 你不可以怪警方拘捕你 因為你這次這樣做基本上是你自己違法在先 而且別人是先小人後君子 列明了規矩告訴你這樣做是不行或只可以怎樣做 而你這次沒有跟隨他的規矩做 所以這次其實不關警方 警方你做得不好或警方你把新聞自由打壓 完全沒有這回事 一個正常的記者理應他專業操守或專業行為 他應該要查清楚資料才做這個行為 所以你問我這次蔡玉玲有機會不夠專業 但這次蔡玉玲這件事反而令我們提醒了一件事 就是黃之鋒 早前黃之鋒在今年8月聲稱被人跟蹤 大家回憶一下他在8月曾在山頂放狗 就說有車跟蹤他 查了車牌 這人的車主是警長 其實他查了車牌後把個人資料放上網 這件事亦有機會違法 因為如果我們看這次蔡玉玲事件 黃之鋒在山頂上被人跟蹤 然後把別人的車牌放上網公開 這件事警方應該要介入調查 估計黃之鋒也跑不掉 經常有罪證我們想幫他也幫不到 不過我沒有想過幫他 只可以跟他說一句 祝你好運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說的 就是這個屠龍小隊 即是黑暴 早前大家都知道國安法生效後 這個屠龍小隊有成員企圖潛逃去台灣 結果失敗 在中國內地的水域被海警拘捕 現在還在深圳鹽田看守所 而這些屠龍小隊 當時我們看 肥仔傑曾出片和大家說 他們穿草的穿草 走路的走路 他們被人拘捕 很多人士氣比較低落 黑暴的勢力已經減少了很多 近日他們自己出來澄清了 又不能說澄清 即是承認了事實 肥仔傑所說的其實是對的 為何這樣說 就是這個屠龍小隊在接受蘋果日報時 承認他們自己被人團滅了 他說現在仍然有所謂的自由 即是沒有被人拘捕 又沒有穿草 還在香港 警方依然查不到的 還有三個人 其他人傳訴流亡海外或被捕 他們有自稱屠龍小隊的人士 在訪問中說12月8日 在港島區遊行前的幾個小時 警方倒破了一個激進團火 並起獲一枝手槍 這個受訪者在訪問中承認這件事 是和屠龍小隊和他們的組織有關 更加直言說其實由12月8日那刻開始 我們原本屠龍的成員已經被人拘捕 我們要坐牢的要不見的不見了 要走的都走了 他又說剩下幾個人 但後來他亦說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和港區國安法夾擊下現階段有所困難 呼籲其他黑暴減少無謂送人頭的情況 我只能說他是一個超級蠢的黑暴 或是超級蠢的屠龍小隊 如果大家有發現 其實他當時說去年12月8日 警方做得很好 把這個激進團火 把屠龍小隊滅掉 但他在文章中說原來還有三個人症 即是警方還沒拘捕了 多謝你提供資訊 多謝你告訴警方 還有三個人還沒拘捕 即是警方可以繼續調查 找回到底是哪三個人 因為這三個人如果不及時拘捕 未來他會否做炸彈 會否繼續買軍火 然後對警察用超級攻擊性的武器 用槍械 炸藥等等 其實這件事是有機會出現的 所以警方可以透過這個傻子 說他還有三個人這件事 盡快緝空 另外他們也說到他們現在只有幾個成員 仍是所謂的自由 加上疫情和港區國安法夾擊 他們沒有作為 叫人不要送人頭 事實上他們是否真的叫人不要衝出來 還是他們有更大的計劃去做 其實你問我 他們根本沒有實力 叫人去衝 因為他們被捕的捕 甚至有很多黑暴 近日在網上也流傳了很多文章 說黑暴被判暴動罪後 他們是深刻反思 或是自己後悔 他們很後悔當初為何要走前線 他們很後悔為何當初要掟汽油彈 因為他們發現了 精人出口 笨人出手 美國人在叫他們出手 叫他們搞 美國人自己只要出口 前面那群在掟汽油彈掟穿 在搞選舉 給予別人 搞亂其他地方等等 他們依然有 但剝奪的自由就是那群前線 所以在此呼籲這些年輕人 千萬不要行叉搭菜 亦不要相信這些攬炒派或黑暴跟你說 叫你上衝 有手足支持你 一定沒有這些廢話 第三項要和大家說的就是鍾翰林 鍾翰林早前大家應該認識他 他是前學生動員的召集人 早一兩個星期因為他企圖潛逃 他多次違反國安法 所以被國安公署再次拘捕 他走進美國領事館北城 又沒有辦法 美國領事館不收他 甚至趕他離開 那時這宗新聞已經炒得很熱 最近鍾翰林接受外媒訪問 他說他在7月首次被拘捕時 他和家人失去聯絡 我看到報道標題時 其實我自己呆了一下 咦 首次被拘捕後家人失戀 難道這群攬炒派經常說要滅他一家 又說要滅口等等 回看 原來不是這樣 事實是鍾翰林和他家人的政見不同 他家人是極不願意見到鍾翰林做通姦賣國 做漢奸等行為 所以當鍾翰林被捕後 他的父親和他爺和他斷絕關係 甚至連WhatsApp號碼也刪除 讓鍾翰林找不到他們 這只可以說是大義滅親 我覺得這個大義滅親的行為是對的 因為鍾翰林很年輕 他只是一個十多歲的年輕 如果不讓他懲罰或是不讓他知道他錯在哪裏 其實是令他人生不懂得反省 但你問鍾翰林本身是否懂得反省 很難說 鍾翰林接受外媒訪問時亦有透露過 對於他的父親和祖父不認他 不找他甚至不讓他聯絡他們時 他感到驚訝 他說畢竟我是他的兒子 我保釋出來後他沒有打電話關心我 好像人間蒸發了 這一點我覺得也很合理 這就是鍾翰林要為自己承擔責任的後果 家人可以無限地支持你 無限地幫你 但不代表可以放縱你 寵壞你 家人這次這樣做反而可以給鍾翰林一個深刻的感受 就是告訴你不要再亂鬧事 而且這些事不是你或你家人可以背得起的責任 而鍾翰林在被捕前 他一直是和其他黑暴同住在一起 但他說他自己無工作 只是靠支持者捐錢給他 應付生活 但我在想 早前報道明明說你鍾翰林涉嫌洗黑錢戶口有70萬 到底你要多少支持者捐多少錢給你 你的銀行戶口才有70萬 而且你還沒有工作 如果真真正正是那群支持者捐錢給他 只可以說你們就笨了 肯定被鍾翰林欺騙了 但如果你說不是支持者給他 大家就要想一想這筆錢的資金來源 是否美國 是否幕後的金主 留待日後繼續探討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影片請按LIKE 分享這段影片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在右下角訂閱和開啟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這條新影片 但在臨完結前先賣一賣廣告 我們有一條全新的正常人娛樂頻道混帳 希望大家可以全力支持 我們最新推出了一條影片 一條vlog是肥仔傑和Montra送貨 期間肥仔傑發現車被人戒花了 而且我們還發現車禍的存在 到底是甚麼事 大家可以馬上到這 訂閱我們混帳的頻道 然後開啟鈴噹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新影片 馬上去看 留言 讚好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